這把陶石捏賊選擇的是強蛙戰士陣容 因為對面是有一個閃電俠 這模式由於還是在測試階段 就導致陣容之間有點不平衡 喪屍按道理來說是要比人類強一點的 但對面是有本來覺得就一個閃電俠 想不到這局有兩個 來看看這喪屍對稱閃電俠到底是誰厲害 雖然他們功夫驚人 但好像頭腦又不太好 被這麼一群藏屍就包圍了 我趁機看能不能抓兩下補一個 跳過來 結果把這些小藏屍都震飛了 這一波反向操作 現在門也打開了 現在這肥仔就感覺還是有點笨重 雖然移速是挺快 但對這閃電俠來說還是慢了許多 根本攔不住 本來想利用體型把他們卡在這裡 想多了我這是 這時候一個跳躍 直接把這閃電俠暈住 趕緊把他捕了呀 感覺前面這老弟可以拿個吉尼四世界紀錄 這都倒地了 跑得比這個吉普車還快 兄弟等等我呀 他是爬到隊友旁邊都有救嗎 等著隊友好像沒救他的意思啊 直接就跑了 好的還是比較絕望的 那趕緊我來補掉吧 他都不想操作了 他隊友都懶得救他 這時候我們這幾個肥仔都在啊 幾個人我不僅抓不住一隻閃電俠 而且這人玩的有點獨來獨往了 他僅僅是移速快啊 自己還碰到過一下跳個幾十米高的 那種更恐怖啊 就不用坐電梯直接就蹦上去了 那既然遇到了這個能制台就制台一下 這電梯本來是他做的 我們幾個直接暈到了 這肥仔技能非常狠啊 只要踩一腳 瞬間暈住十幾秒鐘都動不了 趕緊把他租掉